比較困難 現在輪到郭閻文 前輪打了一個右半邊的反彈球 這個球拉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右外野往後推 再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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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了 拳雷達 被郭閻文轟出了一支 這是對藍尼哥非常重要的三分炮 這是郭閻文在本季的第二支的拳雷達的出現 上一回也是從林奇偉的手中 在今年球季 這個拉明哥的第一場比賽 拉明哥的開幕戰當中也是三分炮 這時候輸也搶了 前面周教人也才提到林奇偉 被打的拳雷達比例也比較高 結果這時候冷不防備郭閻文 隔了好幾個月出現了第二支拳雷達 又打在同一位投手的身上 也使得現在比數變成了4比1 中級球場的風向 最能夠出現拳雷達的就是郭閻文打的 右外野這一個方向 沒錯 左達著很有力 看起來是打出去非常的輕鬆 另外一手推到地也沒有